这次带您关心台中夜店大火夺走了九条人命 台中市长胡志强今天在慰问家属的时候 首度松口坦诚市政府的确有疏失 另外都发局长黄重点今天再度前往现场去勘察 他也表示稽查人员的确有疏漏 明天台中市长胡志强就要公布调查报告 前一天北上向罹难者家属致意 台中市长胡志强坦诚 阿拉夜店大火市府有疏失 上午三名监察委员南下台中进行调查 胡志强的态度很低调 完全不知道 本来说要到现场 我怎么会知道 监察委员针对市府的都发局 经发局等相关单位进行约谈 了解是否有公务人员涉及不法 并且回到火灾现场勘察 表示调查没预设立场 将尽快提出调查相关的报告 而上午都发局长黄重点也重回现场 会同消防局再度勘验 黄重点表示阿拉夜店的消防安检 业者的委外安检报告 泡民毅然的问题已经被点出 不过后来改善的却是木门 过程的确有疏失 同仁告诉我是 他讲看到木门的部分 那这个泡民又不是在他的检查项目 那法令也规定不是 所以他们从来就没有把泡民看在这个检查的里面 可能有看也没有特别去注意 黄重点说 稽查的同仁也许当场有判定 不过却没有立即改善 这可能是一部分的瑕疵 不过否认有放水或是人魔不脏 而原定要在21号提出的火灾调查报告 胡志强也将提前在15号说明 厘清火灾的责任归属 三位政务官的去留也将有初步结果 记得林建生 彭焕群 台中报导